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也有很多问题钱解决不了,但是基于我们的社交传统,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不花钱去解决某些问题,虽然省了钱去解决问题,但是却花了人情。 人情文化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生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过节送礼探访,请吃饭等等的这些社交活动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这些社交关系,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些有人情的社交对象很可能会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帮助。 可是,在现在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久而久之,在当今社会上用人情来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会使我们陷入尴尬的局面当中,尽管很多时候传统思想告诉我们要失人生物念,失恩据报,但是现实里哪有这要纯洁的人情关系,都是头之以逃,抱之以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人情消费,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千万不要用人情这样的做法似乎更加符合现代社会。 人情是一种往来,类似于一借一还的状态,但是这借确切来说是欠,这次你得到了别人的人情帮助,你就欠下了对方的人情,下次你还的就未必是此次别人给予你的同种帮助了。 你需要还回去的人情具有一定的未知数,并且你自己也会很难琢磨清楚到底要怎样样才能还上语。 值对等的人情,人情还少了,觉得对不起人家,要是还多了自己心里,又容易觉得吃亏了,那还不如用钱去解决问题,明码标价,又不麻烦别人。 一旦人与人之间有了人情的来往,就很难再算干净,有时候你觉得人家帮了你忙,你请人家吃顿饭当作还人情,下次也可能是你帮了人家,人家也来请你吃顿饭。 如果两个人能因为这样的一来一往的互动结交成比较的好朋友的话,是再好不过了。 要是两个人只是看中了对方能提供的人情帮助,而长时间维持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虚假游益的话,那是一件很心累的事情。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人情的作用,也不是倡导所有事情都用钱解决,只是在能力范围之内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尽量花钱解决,而不是麻烦别人。 花钱解决问题也不是意味着不要人际来往,只是希望人际交往的目的更加的单纯。 不依靠太多的人情在这个社会里打拼,其实能让我们免于人情的限制,能更加独立的做自己,能培养自己独立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变成更好的自己,能不被人情的制约而去帮一个你不想帮的忙。 愿你不受世俗人情的过分迁犯,是你帮与不帮你们的关系都不会因此改变,过分消费人情会限制了对方和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